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又到了表具的時刻 今天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的MAD Gallery MAD Gallery 沒錯 就是很多喜愛 機械藝術的朋友們 他們一定會朝聖的地方 當然漂亮的手錶是不會少的 我們今天表具的主題呢 是Indie Brand 還有非人型的錶款 我剛剛進去繞了一圈 我看到Geogenta Design的Potet 的Nautilus 當然也有IP中的Vogue up on Touch 最符合Indie Brand 還有非人型錶款 我想如果有Winner 那肯定就是它的 最後我甚至看到還有 勞力士Daytona 16520的TESTA 這款就不是每天就可以看到的 當然我們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些 受賞家們他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愛鮮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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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興奮的歷史 當他們在1930年 設計了這裏偏偏偏偏偏偏 那支設計上面我覺得還蠻特殊的 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的 說實在話 今天剛剛好在Made Gallery 那MVNF 我從他們那個時候 創立以來我就有注意到 他們有一款叫做 他是以青蛙為造型 好像是HM3 的樣子 那一款是一直到現在我都還印象深刻 那一支應該是說 以獨立品牌 然後非原型表 所以特殊這造型的話 那一支會是我最喜歡的 我會說 我喜歡Cartier Santos 但這裏我會提到的是 Daniel Roth Daniel Roth 我認為Case shape 是很興奮 它是很特別的 所以很容易認識 所以很容易認識 所以我會說 那是我的選擇 我喜歡Daniel Roth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 Cartier Santos 因為第一個 它被定義是第一支手錶 的故事其實蠻松的 那在新改款的一個模式裡面 它有快拆錶帶 所以其實要休閒 或是要配戴一些 比較正式的場合的時候 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I'm wearing the Tank Mask today The Cartier Tank Mask which came out in this year as well 其實 I was eyeing this watch for a while I wanted to buy the Tank Solo last year but fortunately I didn't buy it so this year came out the Tank Must which I think is even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Tank Solo from last year because I believe they made the edges rounder so it gives us more modern look which I think is very very beautiful so yeah that's my watch today 我今天帶的是那個 MBNF的 Legacy Machine Perpetual 就是它的那個萬年力錶 就是它的那個萬年力錶 這幾年來我都會想要有一支那個萬年力的錶 那我就是一直在看市面上有什麼我喜歡的 那開始本來一直都是想要買那個PP的394 那我會覺得那一支那一支是非常經典的萬年力 那直到我在差不多2016年2017年的時候看到他們MBF出來這支萬年力 那我就覺得非常的不錯 因為他的設計真的是很棒 他不是用傳統的萬年力的設計 他是完全全新的自己做自己的設計 他找那個Steven McDonnell去設計 我今天帶的是格拉蘇蒂 那是我今年的生日禮物 然後另外一支是今年我們幾個兄弟一起買的ORISO Big Farm 所以我穿上了我的右致 我穿上了一個VintageMustec Cartier Tank Large 它是非常有趣 我覺得因為它們的RomanNumerals 它們只有一些 evenNumerals 它們是在白色的尺寸 它們是在白色尺寸 然後我的左致 我穿上了一個VintageTudorPrinceOysterDate 兩-tone 它們是在1988年 這是我第一次的Wash 我今天帶的是Gorhan的Cognol Fighter 我這支手錶我當初看到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看到 我想說其實它的面盤是做得有點復古 那我本身還蠻喜歡Gorhan 它其實有的那個按把的設計 是有點像是手榴彈的 對那我本來蠻喜歡它的設計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它復古的面盤 然後想說換一條比較彈藥帶的話 應該會蠻有味道 所以後來我看到石錶就買了 今天我準備了兩盤盤 隊伍是None Round Funky And Independent So I have the Non Round and Funky with a vintage Casio calculator watch And the Independent and Funky from Singapore The Feynman 我今天帶的其實是一支西班牙的潛水錶 然後它這家公司專門就是生產一些比較誇張的一些潛水用具 應該也算潛水用具 對 那這支手錶它叫做Magamatic 那它其實它的原型是我們一格拉它198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推出一支那個石音的潛水錶 對那因為他們沒有做那個 Thermal Compensation 所以那支手錶後來就難產 所以就開始不中就沒有生產出來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Pro of Time 那這家公司它就以那支手錶為原型 然後把它復刻出來 對,所以我今天就帶的就是這支手錶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一個潛水錶 今天我穿了Aorus Chronorus Date 它不太... 可以看到嗎 對 我喜歡它因為 它主要有一個圈子 但它還有一個很好的鞋子 我認為它真的幫助 因為基本上沒有鞋子 所以這部分真的幫助招呼你的臀 所以加上鞋子的鞋子 就很舒服 我最想要帶的是Mate 1 因為Mate 1它的顯示時間的方式是在側邊 那螢光的方式其實也蠻特別的 那我覺得那個帶上去應該真的不用上班了 你就是一直玩在那邊了 對對對 其實都蠻想帶的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本來就蠻喜歡他們的作品 因為他們的作品其實都會有機械的元素在裡面 對,那如果真的最想帶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那台蝙蝠車吧 對對對 我覺得應該就是那個 紅色錶帶的那隻HM7 對 如果可以帶走的話 對 因為我覺得那隻的設計是最對我的味 對啊 嗯 整體的感覺 對 很多元素在裡面我覺得真的很棒 對 我覺得應該是Mate 1 Bull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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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 1 對,我喜歡它的形狀 而且它是比較小的蝙蝠 Mate Gallery呢 其實是MBNF旗下的一個品牌的平台 那它全名叫MBNF Mate Gallery 那創辦人就是MBNF的創辦人 Max 他自己創立的一個銷售平台 因為當初他覺得說獨立品牌它的就是空間 銷售的空間非常的小 因為必須仰賴一些傳統的錶店 可是初期來講獨立品牌在傳統的錶店 又不是那麼被受到重視 所以Max就覺得他如果可以自己來組一個平台 除了可以賣他自己家裡的東西之外呢 也可以幫助一些就是藝術家 他覺得手錶跟機械藝術裝置結合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就是這樣創立了這個火花 所以就成立了MBNF Mate Gallery 那今天這個RedBar在這邊辦 總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是想要特別跟RedBar這邊的成員說 其實我還蠻高興的 因為當初我們跟RedBar開始聯絡的時候 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 我們跟某一些鐘錶的就是所謂的團體 或者是Blogger或者是什麼聯絡過後呢 通常都會沒有消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你哪位啊這樣子 但是沒想到我們就給我們一個很熱烈的那個回響 所以呢我們就在很短的時間內呢 就促成了這一次的就是Get Together 就是讓大家來看一看我們到底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MBNF Mate Gallery到底是什麼 那他在台灣的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常常來種一種這樣子 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那就是需要玩的東西 那就是人家在想和其他一起的東西 如果你們應該去哪裡 那是呢 最後是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應該去哪裡